拿著鄰鼓 相伴等樂器 在音樂治療師指導下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和市議員許瑞慈 陪同日照中心長輩們一起學習樂器和音樂 感受音樂的節奏和學習不同樂器的樂趣 更重要的是讓長輩進行復健以及延緩退化 音樂治療基本上就是透過音樂這個媒介 就是音樂的各種元素來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大概有四個 一個是認知 一個心理 一個肢體 然後跟社會互動 那最終都是要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 基隆市仁愛區大興日照中心去年引進音樂治療師 讓長輩們學習樂器和音樂進行復健 並且延緩退化 深獲長輩以及家屬們的好評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和市議員許瑞慈 一起前往參訪了解 和長輩們共同學習互動 大家在聽歌或是唱歌的時候都會感到心情 將會繼續爭取成立下一間日照中心 讓長輩在地老化 老友所托 子女安心上班 大家可以在這個玩樂中學習 然後復健等等 那我想可以找到長輩的尊嚴 還有大家的互動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事情 那我想 我們中央在一個國中一個學區 希望推動一個日照中心的這個政策 我們將持續來爭取 讓我們的長輩都可以在地老化 然後安心的養老 那我想我們也希望我們日照中心 都在地社區來一間一間的開設 可以讓在地的人 再照顧在地的長輩 我想讓長輩也可以熟悉當地的環境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我們也將持續來爭取跟推動 包括水井里長 順利君也到場關心和長輩們寒暄質疑 日照中心業者指出 卡拉OK是長輩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但是節奏感搭配指定動作 是一般日照課程中 比較少接觸的部分 希望運用音樂治療中 節奏性的聽覺和觸覺 刺激長輩的運動神經 延緩失智和失能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